在8月1号昨天晚上9点多 许多台东的民众同时都以肉眼 目击了夜空当中的火流星般的红光 一举划过天气 还以为是天文奇景 但是国防部发布最新的解释 是中国在执行火箭搭载卫星的发射任务 好 主播 8月1号晚上9点多 台东线东边夜空 有一颗类似火流星般的红光划过天气 在接近海面的时候 又出现类似爆炸的闪光 接着一颗红色火球缓缓的坠落 许多民众目击到这个状况 都很想知道这究竟是什么 东部海岸风景管理处 架设在海边的三支即时影像监视器 也完整记录下这个天空奇景 而国防部发声明表示 原来这个天空奇景 是中国在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执行运载火箭搭载卫星发射任务 这个火箭的飞行路径 是有经过台湾中部朝着西太平洋的方向 高度在大气层之外 对台湾没有危害 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消息 主播